楼上厕所就是浴缸洗澡的时候 这水现在漏成这样 你看 这个水啊 这上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头疼啊 昨天洗的时候也漏过一次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漏得很厉害啊 这哪来的水啊 这浴缸怎么会漏出来的 我现在在这找呢 什么原因 滴水的吗 滴啊 那还是浴缸漏下去的 不是浴缸 那是哪啊 瓷砖 哪根瓷砖呢 哪块瓷砖呢 我在浴缸里 我边都被淋漏水 等一下啊 我现在 我先下来 这上面是个天花板 就是这是 我现在是地下室 这个正上面是浴室 漏了两次水了 手电筒还开着呢 前天晚上漏了一次 昨天我们也洗澡了 但是没事 没漏 今天晚上又漏了 这很奇怪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把这块板 全部都渗透了 板不能用了 这颗板 你得重新买一块去换了 你看 这个板已经都都断了 都已经剩成这样了 你看这 这个都这样了 说明这个水量已经是很大了 这个 前天漏水的时候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我也没找到原因啊 我就想看看试试还漏不漏 然后今天果然又漏了 刚才我在那个 我们社区群里面 我发了一个求救信息 我就把这个照片跟视频 发在了我们的群里 有两个朋友 我们邻居 他们就说 他说水管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说有可能是瓷砖裂了 或者是时间长了 就瓷砖的两边的这个填风计 是不是就是掉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来到这开厕所 看一下 你看上面是一个浴缸 用了一年了也没有漏水啊 这怎么 最近突然就漏了呢 你看这墙上的这个瓷砖 不应该啊 如果说是剩水的话 应该也是一滴滴滴的呀 它怎么能剩进去那么多水呢 刚才漏的情况 是哗啦啦的漏啊 就跟了水直接倒下来的感觉啊 这一块是裂的 这一块真是裂的 你看 那么大一个裂缝呢 从这开始 这整块瓷砖都裂了 那会不会是这个有关系呢 再看一下这孩子洗澡是玩的水枪 这个是不是这个玻璃胶 也松了 这玻璃胶可能是不是又裂缝了 这边都是好的 这没问题啊 这没问题啊 这边应该都没问题啊 那么高也不可能 水就喷到那儿去了 现在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这儿 好 我到下面去看一下 老包 你来放一下水 我到下面再去看一眼 好 我去看看下面还漏不漏 你就用洗澡的状态放着啊 这边应该是经常漏水 我这个木板都已经没成这样了 哎呀 这还挺危险的 现在不漏了 手都给你照一下 不漏啊 刚才试了半天又不漏了 哎呀 你说这问题找不着啊 这有麻烦呢 你哪天不注意它又漏了 这块板吧 还是正好上面有一个灯 上面还有电线 我就怕这么漏 别到时候短路了 这个板要重新装还挺麻烦的呢 因为它要把这个灯头全部卸下来 还得在那个板上挖一个口 把这个灯头正好的套进去 然后再把线结上 就我上次搬进来的时候 我把下面的这个板上面换了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灯头不好换 所以我找到工人换的 其他的板没有灯的那些板 其实自己都能换 放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有灯头的就是特别麻烦 哎呀 正好这个板还给湿透了 你看这块边上还是湿的 这有一点点 就是这个灯嘛 这个灯是嵌在这里面的 要把这个 要把这个先套进去 然后套到这 然后塞进去 上次工人在装的时候 我看了 特别费劲 这两次漏水 都是他姥姥 孩子姥姥在洗澡的时候漏的 我们现在怀疑 是不是因为姥姥之前 是两个孩子在洗澡 是不是孩子把水啊 因为他俩玩嘛 就把水是不是磁到那个磁砖上 然后呢 慢慢的就剩下来了 然后等他姥姥洗的时候 正好 哎 赶上了 因为前天 也是孩子洗完以后 他姥姥洗的 今天也是 两孩子洗完以后 他姥姥接着洗 昨天呢 是孩子也没洗 姥姥也没洗 所以说昨天没漏 前天跟今天漏了 所以这个事情 还要还得观察呀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呢 如果要是磁热的问题 那好办了 买一瓶这个玻璃胶 大不了把磁砖给补上 就难看难看一点呗 那如果要接口出了问题 那就麻烦了 哎 我刚才好像又听到滴滴 好像滴一声了 我去看看 嗯 是有水滴下来吗 还得拿个手电筒 这手电筒特别好用 这是我同学 上次来美国参加宰相会 然后他就没带回去 给我系了一堆灯 其实有个手电筒 现在还用上了 哎 这开始 这开始有点水了 这个是 之前就有的吗 还是些新剩下来的水 哇 这肯定是有水啊 哇 这还很湿呢 挺湿的这儿 这看不着啊 就这个正好是上面这个浴缸的底部 我刚才看上面渗水下来 那就是在浴缸的 那就是在浴缸的 上面部分 就正好是子砖的那一部分嘛 这个渗水的话也正常啊 刚才哗啦啦的流就不正常了 你看这上面那么多的这个电线 但是它电线还挺好的 它是全部用这个管给包在里面的 相对比较安全的 你看这水管全部在这儿呢 就这个house的这个房子 这水管基本上好像都是在地下室的隔板上面的 你这平时要不打开 我们这也没见过这玩意儿 哇 今天给它探个蜜啊 行了 现在没发现问题 我现在等着也没用 我现在再去试一下 我再去洗个澡看看漏不漏 我现在把这个盆截在这儿 万一要漏的话可以先挡一下 我洗完了 我现在去看一下啊 哎 没有 这个盆干干净净的 一滴水都没有 这也没有水啊 没漏啊 行了 明天再试吧 咱俩洗都不漏 我估计你妈也不是 就是因为你看啊 就这个水 就你妈洗的时候 她已经滴滴滴 已经滴到下面来了 滴到下面来 就说明她已经在板上 已经承受不住了 她才会漏下来 那她不是一会儿的时间 应该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 我怀疑是两个熊孩子 这两孩子就是喷的 不知道喷到哪了 你看上次也是嘛 两孩子喷的嘛 明天要不让她俩再洗 让她俩再洗 让她俩洗的时候 我就下面看着 看看是不是有这个 hello 行了 这个问题现在未解 来 儿子 你讲一讲 你们洗澡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洗的 就是二伯他做墙上 然后呢 镜子 然后就地上 地上也有是吧 对 地上你们水吃到外面来了一家 对 这是不是这边都有 对 行了 那就基本上找到凶手了 就找到问题了 你说估计肯定是 我说这里面 这里面应该是不会往下漏的呀 哪边你说这儿 对 这块好像 这块都有是吧 好像就留在这块 那就是你看 那我估计肯定从这缝里面生下去了 对 那基本上就对了 那就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按照他们说的 那就是等于水磁到外面来了 从地面上剩下去了 对 就是现在是应该是 对 就是他们在洗的时候啊 水啊已经在那个 今天晚上咱们再演戏一遍 我给他俩洗 我给他俩 对 试一下 试一下 完了之后我再洗 如果再不漏 那就肯定是个问题了 你看那天前天也是他们洗完以后 你洗的时候漏的 你看昨天也是也是这样的问题 你喝的 你喝的 你是柯南 哈哈哈 你是你喝的 我说我先洗 你不听 我要洗的话漏水 我也不管这事 我不再停